欢迎来到万里法律教育理财资讯时间 那么上周我们谈到了退休金 是个41K 也了解了退休账户 IRA不是存得越多越好 那么那只是严税 现在最火红的投资工具 又兼具这个税务优惠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 消费利律师以及理财专家 Jeff曹来为您解答 两位好 你好 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市面上 这个所谓的理财的产品 其实蛮多的 那我们上次谈到了 就是说401K 这个存为这个退休 来做这些规划 是必要的 但是有时候要了解一下 到底就是说 你这个存 这个产品适不适合你 然后你存的这个退休金 将来拿出来的时候 时间点是什么 其实你都应该要来了解 对不对 那你上次说了 其实这个只是说延后 这个缴税 对 对 那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不用缴税 是的 对 所以今天赶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 也是08年之后产生的 就像说 整个不同的产业 电话 电脑 都一直在进步 那08年市场大跌 很多人401K 变成201K了 那掉了很多 那大家的想要的就是 要一个安稳 那主要的在金融界的 最大的三个产业 第一个就是银行 那大家把钱 很多很多钱放在银行 就是安全 对 可是现在根本就是那个利息 利息非常低 乐趣 没错 第二个产业 很多人喜欢投资股票 Investment Nutual Fund 感觉动荡又比较大一点 有风险 可是很多人把钱放进去 也是为了它有成长空间 有growth 那第三个就是保险业 很多人为了保障 可是有一点很少人知道的 就是它有很棒的 Tax Advantage 有Tax Defer Growth 还有Tax Free Cash Access 那现在这几年在保险业 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 叫做Index Universal Life 叫做IUL 那它 就叫做万能指数线 万能指数线 是 万能 听起来好像 perfection 它的功能非常多 OK 有哪些功能呢 它最主要是有 safety 假如它跟一个指数在走 假如市场掉的话 它不会掉 就像08年市场掉了 差不多40% 很多人做投资 他觉得 明年我的401K 或明年我的股票 涨回40% 就回到原位 并不是这样 你要66%才回来 所以 Warn Buffett有一个名言 就是Rule No.1 Never lose money Rule No.2 Don't forget Rule No.1 对不要赔钱 是是是 那这个第一就是 假如指数基金 市场掉的话 你有一个保本的一个动作 就是有一个 safety net 是不是在上面 保底保本 就是说 再怎么样你的本金 不能流失 这是最终目标 对 at the same time 市场好的话呢 你有空间去grow 很多的它的cap 有到12 13 有到15 所以平均的回报率 可能7到9%的 annual average 然后最棒 又可以免税的话 Wow Sign me up 就是说这个 像你说这个免税 那 那 是真的永久 永久不用缴税吗 这个就是根据 我们上次讲 四大的这个 tax code 我们必须知道的 7702 是最最powerful的 这个 这个就是说 里面放的钱 是最后的钱 里面增长的 永远不用付税 真是tax never 对 因为像有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在用途上面 就是说你赚的这些钱 或者说你需要用 动用到这个钱的时候 会不会像 像529 像Roth Roth 或者是529 很多限制 529是你只能拿来用 tuition room and board 那你今天是放到Roth 他59岁半 是very long commitment 你不能去碰 要不然有tax plus penalty 然后假如你现在是 41k Aira 他不但59岁半 他70岁半之前 还要一定要你去拿这个钱 所以很多限制 这个的好处是 他不管你今天是付学费 今天要去vacation 还是你要退休用 所以最近啊 我觉得上网看到很多就是 明星 还有这些football football coach football player 很多明星 现在celebrity 名人 他们用 financial advisor 也是帮他们用这种account 去有tax free retirement 那我们也想要啊 我们有没有办法 也可以更了解 像类似这样子的产品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weekly 我们有一个financial literacy 的workshop 那因为呢 这个每一家的情形不一样 那每一个人适合的产品 也不一样 那Jeff会专门教大家 我们这五堂课 就是这本书 那有五堂课 从最基本的 你怎么存钱 钱放哪里 tax never 还有什么tax defer 像这样子的 所有的不同的资讯 会交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我们最缺乏的就是 我们对于理财的观念 知识不足 学校也没教 mb也没教 law school也没教 只有我们这边的话 是五堂课可以免费的 那这个时候可以customize 你们家需求 到底要不要放41k 那到底要不要买529 这是因人而异的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 tax defer 那个41k Roth就不好 而是说你每一个阶段 你需要的产品不同 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的这个理财的 这个规划上面 你可能有需要这些产品 但是之后 你可能要有所变动 可能等于说 不要把全部的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 以前很多人 要这些advantage 可能要两三个 不同的产品 所以这四个主要的 有protection 有tax advantage 有safety 有growth 通常要两三个 不同的产品 你才可以做出来 现在有一个 所以很多在业界都叫这个 是一个 Swiss army knife 有点像个瑞士刀 非常万能 那像我小孩 他有这个account 我自己也有 真的这么好 我父母也有 所以不同的set up方式 那也有不同的 国税局的requirement maximum可以放多少 可是就是要 怎么样去量身定做 是你的年纪 你的收入 怎么样去set up 这种account 可以benefit 所以重点就是说 你需要量身定做 而不是说今天 我们家隔壁的 杨妈妈买了什么 我就跟着买 所以最好呢 还是要有专家 对不对 然后了解你的状况 建议你 你有什么样子 拿几条路的选择 其实也不是完全 就是这么一条路 每一个人的这个状况不同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Jeff 谢谢萧律师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